日本桌球天后 福元艾和江洪姐离婚后 因家人问题谈不拢 和前夫对布公堂 还因为拒绝履行法庭的判决 恐怕会面临被逮捕的命运 不过事件爆发至今 福元艾人活摇于社群 日前也更新了动态 他在影片中透露 以前自己比赛时只会带上金饰 因为希望能拿到金牌 不过现在他爱唱了钻戒 并秀出自己近期最爱的款式 福元艾表示钻石很坚硬 就算被撞到也不会怎么样 也不会受伤 因此希望自己心里有一颗钻石 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要坚强 留言区涌入不少粉丝 大赞福元艾踏实贤惠 和这么好的女孩在一起 真的是太幸福了 不过部分网友则认为 他都要被抓了 竟然还有心情更新影片 也有网友直言 福元艾这就是在 为之后的直播带货做宣传吧 看来要开始利用 中国人的同情心捞钱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